大家好 我是Carrie 溫哥華的地產經紀 去完旅行 充電了 回來跟大家分享一下樓盤 今天來到這個項目叫做1515 發展商是BOSA 設計師也要提一提 Ole Sherin 是一個世界知名的設計師 我們今天看的樓盤位置 其實是在溫哥華的 downtown市中心 Cold Harbor的區域 我們前兩條街已經是Cold Harbor 某些區域可以看到海景 可以說是溫哥華的豪宅樓盤 所以價位相對比我之前介紹的樓盤 會貴差不多幾倍 我們現在就在示範單位裡面 這個示範單位在BOSA辦公室18樓 所以大家看出去有海景 而我們實際上那套樓的位置 都會在這個建築旁邊 所以大家現在看到的很多景色 都將會在這幢1515建築旁邊 之後某些單位看出去的景色 我們先來看看這個項目 或者這個樓盤的一些特色 尤其是一些跟以往我們介紹的樓盤 很多不同的東西都會在這個樓盤看到的 剛才第一點就是看到一個很大的客飯廳 這個樓盤真的會有的 因為它是屬於豪宅性的樓盤 所以它有更多的大單位 現在我們身處的位置 這個其實會叫做Observatory Home 為什麼會這樣說呢 因為它是會伸出來的 怎樣伸出來的 待會再跟大家看模特兒就知道了 這個建築旁邊就是這邊 大家看到是Glass Panel 這邊也有Glass Panel 你看出去的景色 其實它還有第三邊 現在因為這個始終不是實物 所以做不到出來的 就是看到這些磨砂玻璃 其實它這一邊也會是Glass Panel 所以你會不是Corner Unit那麼簡單 你會是三個Corner 三邊玻璃看到三個方向不同的景色 而實際上的Size 也會跟現在很相似的 就是客飯廳的Size 因為它說這些Observatory Home 它最少兩房都有1500呎左右 去到大一點 去到三房有接近2000呎的室內面積 所以客飯廳差不多有700呎800呎左右 我現在沒有實際上測量過 但大概會是這個Size 好 我們由廚房開始說起 這邊大家看到的廚房 是一條式的廚房 再加一個很大的Island 現在這個Island是12呎長的Island 看到我前面很鬆動 放了四張巴椅 現在我們先說材料 我們會比較著重這個Project的材料 其實它不僅可以坐四個人 這邊還凸了出來 這邊還可以坐兩個人 現在大家看到 這一塊是意大利的Travotin Stone 都是天然石的一種 它的顏色是比較白色的 它的花紋也是非常自然的 現在大家看到的這塊12呎的檯面 其實有兩塊砂砌成的 摺口位就在中間看到的 然後這一塊整塊Island 也會有一個水盆有一個Sink 這個Sink也是用相同材質的石來包成的 所以而且是很寬的Sink 有水龍頭 看到這些所有的水龍頭 或者是洗手間 只能看到裡面的 你看到的牌子都是Dorne Brake 石桌面是兩吋包邊石 它的Appliances都是Mila這個牌子 這個是小碗碟機 升盤大概是32吋左右 因為這邊的櫃是36吋 我們可以過來看看 它的升盤 這裡是一塊金屬遮蓋肉酸位 然後下面其實是有兩條鋼 是去支撐這個Sink 因為這個Sink跟平時的造工很不同 它是直接是石 它是做的這個Sink 下面這些都是防水的材質 所以你在下面放一些濕布 或者一些未乾透的東西 也不用怕渣板很快會霉 這邊就是一些可以整個拉出來的垃圾桶位 它已經分了三個 這邊通常會分垃圾 製造工具和廚餘 它已經分好了 這邊有一個WINE FRIDGE 按一下 它已經會自動開出來 再打開它 裡面可以調校溫度 牌子都是Mila的酒櫃 有一格格的櫃桶可以搬出來 這塊的桌面 剛才那裡是空了一個位置 可以讓大家坐 到這邊關上的位置 是做了WATERFUL 整塊的 效果也會比較美觀 在這個Island 就看另一邊的廚房位 我們從雪櫃開始看 大家可以看到 這個雪櫃的話 這個是36吋的雪櫃和冰櫃 你可以用手掌打開 但其實你輕輕地按一下 都可以打開 金牌的話是Mila 裡面是金屬 配上白色的材料 下面的冰櫃 就是兩個金屬櫃桶 然後旁邊這邊 上面這個是SIMOFEN 下面就是一個OFEN 這個不是每一個單位都有的 是某些特定的兩房 或者以上的單位 就會配SIMOFEN 上面這個櫃 它是電動自動開的 旁邊有兩個按鈕 按這個一個 它都會翻下來 而且你手托 它就會頂 它不會說是撞下來 這個是SIMOFEN 下面這個是OFEN 下面還有一格櫃桶 都是推一下就會出來 什麼特別的就是上面這一隻 這些都是大的兩房 即是1600呎以上的兩房 就會有的功能 就是免費包的 但其實發展商也會有一個upgrade list 就算你買one bedroom cd unit 你想要的話也可以upgrade 這些全部都是石櫃桶的面 每個材料都跟中島的桌面一樣 差不多我可以第一次看到 溫哥華這些樓盤 有石櫃櫃面 都比較特別 對我來說 都挺重手的 其實 但看起來會很有型 按一下 這個應該沒得按 但同樣它也是有soft close 不會因為重就會撞一聲 而且它的造工上面也很細緻 大家這樣看下去它沒有處理位 但其實它這裡是有一條槽的 所以你的手是不用弄到指甲 是有一個足夠你闊的手指位 有一條坑下面可以開到門 還有就是說回樓底 現在大家看到的這個樓底 其實是差不多9呎3左右 但實際上所有的單位 尤其是大兩房 它的高度樓底會比這個更高 它差不多會是9呎6 9呎8開始 甚至去到10呎樓底 每個單位都有點不同 所以我們到時看圖片的時候 可以細節一點再說 到了這邊 也是繼續是廚櫃面 Story的空間就會非常充足 其實雪櫃上面也是 不過那些可能就是單行梯 我們回到這個主飯位 主飯位的位一樣 也是兩吋包邊的天然石 Tramatin stone 然後大家看到它的Back Splash 會跟剛才那些木的廚櫃面 是同一種材料 摸上去其實是很平滑的 清潔方面相對來說都會比較容易 還有它一塊過 中間沒有摺後位 下面這個位置就是抽油煙機 剛才大家看到 它裡面的風管 也是包了正方的盒 一邊通到上面 看起來比較漂亮 不是打開就是一條管 整個Countertop的底 都會有這些Interior Lighting 其實包括石櫥櫃 上面都會有 如果你關掉廚櫃燈 有兩條光在這裡 感覺會很優雅 你看到這些電掣 它是特意配合的 令到它的美觀度提升 就不會說 有一個廚櫃 整個整方形的吸量 也有照顧到USB 下面的話 也是一些空間 打開的櫃 就是Sensor Lighting 看東西方便一點 就是這個櫃桶 有兩格小的 一格大的 Sensor Lighting 一照 你一拉出來就會很清晰 這些櫃桶的材質 都是金屬 它所有意大利的廚櫃裡面 其實都是Dada的牌子 是意大利牌子 大家會看到 每個櫃桶都會看到 那個branding 這個爐 剛才還沒跟大家分享 這個是Induction Cooking 之前我記得好像 另一個project 都有跟大家說過 Induction就是電磁爐 電磁爐的優點就是 電磁爐的優點就是 熱熱後 冷靜很快 能量效能會好一點 更耐電一點 而且熱後的速度 會比普通電磁爐快 這個有三個爐頭 一個大的圓 有一個小的 另外這裡還有一個大的 方形一點 下面一樣 下面就是兩格大櫃桶 同樣都有Sensor Lighting 這裏都是兩格小的櫃桶設置 現在大家來到櫃櫃旁邊 看到這些 很多時候去到不同的示範單位 就會跟大家說 這些是Display Item 不包的 但其實實際上 這個Unit 尤其是大兩房 1600呎以上的兩房 都會是包的 這些是Design Feature 其實都從來沒有跟大家介紹過 因為包都不包的 其實這些都是一條條的屋屋 造價其實很貴 而且是現在很流行 很時興的一種設計的方式 為何會說它會特別貴呢 是因為這些木頭都要減硬木 即是屋屋 屋屋本身就會比其他木更貴 而且你可以做到這麼長條 即是一條這麼直 尤其是當你批到它越來越幼 的時候很容易就會斷 或者屈 所以它去做這些 去減這些木材 就像大家看到這幅鍋 從這裡到那邊 可能眼鏡數幾十條 但其實實際上你要去做到這些 可能上千條木才可以篩下來 是這樣的 而且它是將每一條的木 是釘上去背板上面 手工人工上面的要求都非常高 因為它是要盡量做到 是看不到釘位 譬如說這一粒 這些很小粒就是釘洞位 你是好像我們這樣 近到這樣才能看到 但其實你正常人會這樣去看 木條 你這樣一幅看過來 就會很直 比較漂亮 它是混合的 有些是在後面填了膠水 它不是全部釘 因為它是很少這些釘洞 是 它可能一條 只有三個釘洞 它後面會貼膠水 就是釘洞是先固定的 因為你貼下去不乾 是 固定了它乾了 這樣就實了 好 看完這個木的功能 當然突然間很細緻 大家可以看到這一塊 好像iPad 這塊是用了 Bank & Olufsen的牌子 這是一個 Home Automation System 它其實是很優秀的 因為現在這個建築 已經可以說是 溫哥華單坦海邊豪宅 它做到好像酒店的Service 你進去這個面板 你又可以用到不同的功能 你可以叫concierge 為你服務 譬如有些什麼要做 你又可以是 一些request 或者做些什麼 之後就傳出去 會有人回應你 另外就是比較重要的 其實是Passal Receipt 你收了一件貨 concierge會幫你收了 它們會收到一個 Notification 這是什麼package 甚至可以套餐送到 上面的Unit 可以是搖它去開關 大門的鎖 Valet Parking 就是如果你不想 每次要走到P5 P6 P3 P4 你可以安排了 Cart Relay 去找回你的車 就可以幫你 搖上去P1 到時就可以去 包括其他服務 它都會包在裡面 還有就是Amenities 會所設施 如果有些要預約的地方 例如瑜伽房 或者好像現在COVID 很多時候都不讓大家 全部人湧進去玩 都是要拜訪的 其實這裡按幾個按鈕 就是Athena Center 你已經可以預約 除此之外 有溫度 這些就不說 還有一個就是 食物和飲料 其實它是嘗試做酒店式的服務 它會把很多其他 三個派對付服務 都放進去 當然你要用 就要付錢 不是免費包含你用 但是你也可以 相對來說 是簡化你的生活 譬如說 可能它會把這個建築附近的飲食 比較好的飲食店 放進去 食物和飲料 你可以在這裡訂購 它做一個 家庭控制器 除了剛才的服務 以外 就是去控制你的隙間 所有的兩房單位 包括小兩房以上 你的窗簾都是電動的 你可以設定不同的模式 譬如現在我要按Goodbye 它會自動幫你設定 還有燈和封面 大家看到兩邊的窗簾也放進來 全部都暗了 燈光 其實很方便 realtry工作 我下次去別人的單位的時候 你怎麼開窗簾和關窗簾 你用了多少時間 手都咬斷了 好的 我們現在回家 叫Welcome All 按住按鈕 它已經會開燈和上升 而這個整個設定 不一定要回家 去到螢幕前才行 它会有另外一个小小的套件 可以移动 现在还未上电 上电会显示时间有个 menu 你可以在这里按电话 或者是亮晶 而再方便一点的话 其实你可以在手机上下载 刚才的app 在任何地方 可能你回家前想开了个冷气 或者是去控制闪开门等等 都可以在手机app那里完成 好 那我们现在过来这边 这边其实是一个门口位 当然没有一个特定的计划 其实是跟这个一模一样 因为各个单位都有些不同 因为它也是尝试做到 是一个豪宅酒店式的公寓效果 就变成有一个入门口的方向位 就能看到一点点 但又不是一打开门 就很通透 整间屋都能看到这样的感觉 你看到这些设定 全部都是这些屋活的设计 这个大门也是会特别厚的 经过这个桌面 进到这个单位 刚才看了厨房 我们现在就看一看客饭厅的设定 其实大家看到的 这些地板 全部都是硬木屋 除了你的地板 是这种木的风格之外 大家可以看上天花板 这个整个天花板 就不再是我们平时 比较多见的 是白色的天花板 其实这些都不是设计 features 而是包装的 对两房或大两房以上 都会是包括的 就是整个finishing 就是天花板 看上去都有屋 也都包括 大家现在看到的所有 Portlight 而这些比较大的圆形 这些是同样 跟刚才Home Automation System 是同一个brand 已经做好了的一些娱乐系统 即是音乐、音响 也都已经做好了 如果你是Studio Home 或是One Bedroom 那你未必会有 但是也是可以升级的 而这个Unit 是有冷气、有暖气的 当然冷暖气那部 其实是Heat Pump 它是在你的Unit 里面有部机 但是大家会发现 整个地下的空间 或者旁边 为什么都好像没有出风位 因为其实它是artful design 所以它其实全部是Hidden 大家会看到 这里来到窗边 其实是有一条粒槽 封也是有这个槽位 所以它是把所有的 收到一些比较肉酸的东西 或者觉得没那么漂亮 没那么设计感的东西 都全部收到 所以你进来的时候 好像觉得很干净 没有些古灵精怪的东西 这个因为是Observatory Home 它是准备了出来的 所以它就要有这样的结构 去支撑和成宠 普通的房子就没有了 如果你买的 纯粹是属于建筑的 那会是普通的墙壁 发展商没有做到实际上一两间房 反而它就显示了衣柜 和洗手间 大家可以看看 同样都是意大利回来的衣柜材料 和牌子 每一个衣柜打开都会有 而这些衣柜的边 都会有一条胶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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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让两个衣柜被盖起来 会静一点 和可以少一点层 你没有一个洞在中间 然后整个衣柜 大家看到的所有组织器 都是包装的 这些比较宽的柜桶 索组织 有四格的 也有一条鱼可以挂衣 还有感觉亮晶 上面还可以放置 比较多件的传统衣柜 位置让你设计好 等小一点 这边有这样的风格 可以放鞋 看完衣柜之后 再和大家分享一件事 这个楼盘也用了 比较新的组织手法 大家看到它叫做Baseboard 即是地板的地脚线 和传统件都很不同 传统通常是一个Drywall 做到底部 然后是油漆 可以加一块贴上去 它这个finishing 底部 其实它是Drywall 到这里 下面是用材料板 去承接 中间有一条坑 设计感更强 不单是长壁 就算是刚才大家看到 这些木的底部 也是一样 地脚线位 也是比较新穎的做法 洗手间的位置 这是一个Display 没有做到浴缸 是做了Shower 入到这个Landing位 它是不会有一级的 是无缝折黑 它地面不是Tiles 它是Terrasal Stone 都是一些类似石鹰之类的材质 大家看到这种材料 其实是整个洗手间的内部都会用完 除了地板之外 它是墙壁 所有内部的墙壁 由洗手间 到这边的Mirror Wall 到Shower 都会是这种材料 我们看到的 它因为楼底高 所以镜子都很大 它有一个Medicine Cabinet 两边都可以打开 中间这块是设定的 不能打开 然后双Sync 两个面盘 面盘的材质是Composite 一体成型 包括整个面盘 包括这个Composite 然后它的水喉分左右 就是上了墙 不是在这里再出来 然后这个是Hidden了的面盘位 下面的理发柜桶 就可以打开 一样它是有Sensor Lighting 对啊 都可以按出来 即是说其实 如果大家手很湿 不想它触碰这块 有时候我回到去 可能卸妆手很湿 不想每次洗干净 抹干净去开 不想碰到这些 你们大力一点 把膝头按出来 都可以拿到里面的东西 这个座椅 它也是用Duravit的牌子 然后是圆吊马桶 旁边有电制 这边马桶后面 也是有一个座椅 好像Nuke的地方 抽水位在这里 还可以放一些东西 这边也是石 来到Shower 这边 它其实有些不同的设计 现在配出来 就是两个Shower 但其实也可以是 一边 首先是进了Shower 然后进到我这边 就是Bath tub 就像日式那些 先沖一沖 再浸浴 两个都可以 这边有一个很长的Nuke 可以放的 除此之外 大家可以看到有这么多的按针 其实可以看一看天花上面 这个是Ring Sky 这个不是每一间屋都有 是要Observatory才可以有 主要原因是 因为它多用很多水 City就不允许每个单位 都去安装Ring Sky 大家可以看到有很多孔 面积很大 也有灯条 还有它有超过10种不同的Mod 就是去灑水的方法 大家可以每一种都可以试试 去水位的话 一样是隐藏的 就是整条在这里 它上面都是铺了同样材质的Materials 感觉上很隐藏 你要去清洁的时候 我之前也试过添气给大家看 都是一样 我这个不添气 指甲不够 用一些工具 就可以拿起它 去清理瘀继的头发 那些东西 没有玻璃门吗 有啊 而且现在因为设计 所以它就没有做 其实到时候finishing 这边 还有洗手间位 就是那个座座位 都会有玻璃门 就是磨衣玻璃 所以可以遮遮遮 大家看到这边就是Model Showroom 其实我们现在身处在这个建筑里面 1515就是这栋楼 就是今天会介绍的楼盘 其实是在镇隔离的 方向的话 它是斜斜的 这一边 这样打斜是向着North 在这一边 东北边 它就是West Georgia 就是基本上 是最旺最出名的街 然后这里 Nicolas Street是西街 就开始向南面 东南面 这边 差不多西南面 就是Alberti Street 然后这边 是Cadero Street 它的楼高 就是42层楼高 它的外形 大家看到 和我们一般的楼很不同 大家平时看到的楼 通常都是直小型 这个项目 因为它是由 一个比较知名的设计师 Oleys Servin 去建造的 所以它今次 融入了很多 不同的设计元素 主要的目的 是希望可以 令到更多的 一些漂亮的位置 可以让这栋楼的住户看到 新出来的这几个 基本上是玻璃房的设计 结构 其实它们会叫做Observatory 令到在里面的住宅单位 都可以伸出来 可以看到更漂亮的海景 或者城市景 通常突出的这些位置 都会是客饭厅的位置 让大家 无论是自己享受 或者是朋友来的时候 可以享受到三面的方向 可以看到战 Locales 例如环境观 还有天象 和阳光 甚至像通常 遗憾 如果这些不一ogo 可能可以知道 整个的房� theological 部落素 其实总共有70多个桌子设计 这些全部都是不同的桌子设计 这房子由CDO Home开始 $90多万 1届是$81万 2届都分很多种 因为它有小一点的2届 可能800多、900尺 也有些大的2届是1600尺 那些叫Premium 2届 然后有三房 还有Observatory Home 所以价格拉得很大 由studio、1届的$90多万 到$200多万的2届 Observatory Home 因为它的尺寸是很大 是2000多尺 所以价格达到$500多万 除了设计上的卖点之外 还有可以看到海景 当然不是每一层楼 或是每一个方向都能看到 Cole Harbor的话 其实West Georgia 在前两条街道已经在海边 它前面也有一些建筑 所以如果大家看到海景的话 一定会在北边和西边 看到比较多海景 只要是26楼以上 你的海景都会比较安全 因为前面的楼是不高于20多楼 这一栋楼是18层高 但这里也有设计材料 所以这边可能是28层高 看出去会比较好 大部份的室楼和一层楼 都会在比较低楼层的位置 所以如果大家看海景 但又只是想住小单位的话 可能就会比较难 和大家看看会所 会所也会提升了其中一个 Observatory的房间 等到其他住户 即使住不了在Observatory的房间 都可以尝试感受效果 这些都是三面玻璃 主要是客厅和游乐的位置 厨房的主要是这里面 这个29楼的Amenoties Lounge 大家可以上去享受 亦可以设计了它 亦可以设计了它 浅一度的颜色是这样的 它的颜色是minimal 现在给大家看看 浅一度的颜色 也会有一条条的 像是wood finishing 的设计 它的颜色也会浅一点 颜色就会像大家看到的这一颜色 这些木的颜色 这颜色是minimal的颜色 我们来看看 刚才是natural 所有东西都深色一点 包括 counter top 是这一颜色的tropton stone 到minimal的话 大家可以看到它软一点的wood color 配合 counter top 是再grayish一点的 这就是刚才我们看到的 木条是浅色一点的 如果去到还有一颜色 就是white的 因为有些朋友可能说 其实我不喜欢这么多木头的 我摸了更加nature 更加北欧风 最好什么都没有 就像很pure white 所有东西都很白 包括这些地板 是更加接近白色的感觉 它也没有了木条finishing tropton stone 都会是再白色的 这一颜色的感觉 你可能走进去 这么高的楼带 有感觉就很pain 但是也是很modern的感觉 好 最后再讲一讲 这一幅电视墙 刚才我们看的 是observatory的示范单位 所以是没有长壁 大家可能是中间放一个柜子 放到电视墙 但实际上如果你买的 不是observatory的单位 是有长壁的 它也会出现这个电视墙 当然不是每一个设计都有的 这个都要看计算 看大小做不做得出来 这些再进入 detail 这些长壁的话 有这些design items 中间甚至电视位 后面这些都会是storage的 有些人是不喜欢看电视的 或者他未必会放这么大的电视 中间都可以用到storage space 你说如果要放电视 又想用到storage space 那怎么办呢 因为现在很多朋友是流行 不再用传统的大电视 可以在那么多线 是用projector 它就好像这个位置 比较阔的 就做了一个位置 可以让你放一个projector 当你需要用电视的时候 它是下面卷上来的一只 例如LG 也好像有一只电视可以升上来 就是卷起来的一只 不是projector 电视也可以这样 因为这个project 刚才也没有说到completion 基本上是2027年 现在暂时 so far是我做completion最久的 之前其他project 例如Bosa之前 Central Park House 包括Concoy Metro Town 也有2026年不收留 这个是2027年的 可能by the time 去到2027年 可能很多电视都是这样卷卖的 这个就很有用了 Celio的话就是90万戏 1Bedroom是110万戏 2Bedroom是220 它再有分Premium 2 和Premium 3 380万500万 Observatory 就是刚才那些盒子彈出来的 560万左右 刚才我们拍的showroom 其实就是隔离这栋 Bosa commercial那栋 的18楼望出去 但真实那个unit 或者那个property 我们讲的1515 就会在这个位置 向前面走 就会看到围板 我现在有location的话 我后面这条小街是Nicolas Street 大家看到那边有山 其实这个就是正北的方向 所以Code Harbour就在这边后面 走到两条街就已经到了 然后我身后这一条街 即West Georgia 后一条 这一条其实是Alberni Street 其实这个project 1515 Alberni 它将来的入口 会在Alberni Street这一边 就不会是对着West Georgia 大家看到其实附近 因为始终都是Dunt Town Vancouver 一望无际无际 没有东西就没可能 所以大家看到前前后后 都是有楼 想看海景 一定要看到海景的话 可能你要看二十多楼 就会高过前面的几栋建筑 你就会看到西北边 那边就是海景 我们现在和大家走一走 前面West Georgia 一直走到Code Harbour 看看这栋附近的景色 对于不太熟悉温哥华的朋友 其实Code Harbour 为何这些楼好像特别贵 其实整个Dunt Town Vancouver 如果说住宅最贵的 基本上会聚集在Code Harbour 尤其是越近海边 看到水的景色是越贵 所以价钱可能是倍升 因为Dunt Town Vancouver 好像香港海边 其实已经是很多建筑 越再起床的建筑会越来越难 所以价位也会越来越高 物以罕为贵 主要是这个原因 现在的Code Harbour 等一下和大家看 其实海边那一辆已经建好楼 那些楼也不是很旧 十多年也没有 所以变成要重建它们也没有可能 所以新的要看到Code Harbour的楼盘 只能往后推多一点点 现在已经到了Code Harbour 大家看到这个位置 会是游艇位 那边有一间在水上的餐厅 叫Cateros 有机会大家可以来试试 这一边就会是Code Harbour 比较安静住宅的一个 前面那一堆已经建好 再有一段时间的楼 也是住宅 要再进去 就会是多一些商业建筑 我们这边走过去 可能要大概15至20分钟左右 但这15分钟的差别 就会令到这边 安静得好多 舒服得好多 也会将这边 衍生成为比较高长的住宅区 因为这边的话 你会看到很多游艇 很多船都会排在这边 如果降幅去西边 已经是Stanning Park 对面 大家看到那些山 已经过了Lions Gate Bridge 去了北温西温的地方 我们来到这边 刚才我在Code Harbour走过来 这间餐厅 Cadero对着海景 这边也有很多cafe 这一条是海边的街 在里面这条街 我刚才也走过有食物 所以饮食的问题 不用太担心 不一定要开车出来 在家附近这条内街 都应该会有食物 那买东西的话 都会有 譬如刚才我们经过 不过这个买游艇 应该不是每个人会买的 等等 有没有什么其他 不知道啊 我先去看看 有啊有啊 有游艇位 不是啊 不是啊 这些是游艇的价钱 这一架100尺 Riboy Marina 2004年做好的269000加纸 No transfer fee 这四十几万 五十万 里面有没有人看 有人看了 有什么问题 嗯 不过宣传 叫他做游艇 但是下次大家参观是游艇的 我好像还没买过游艇 我可以bike rental 这些是可能很tourist的东西 因为这一边 你一路在海边 可以踩单车 是可以踩到到Standing Park 一圈出来都可以 这里有个cafe 可以买咖啡 这边就是买一些家居用品 home collection 就是一些小小的灯色 桌子等等都可以在这里买 这边挺大的 是吗 现在我们在33楼高度左右 看看周边景观 1515对出北边 cadero 这个也是Bosa建的 2020年落成 然后再远一点 这里有Standing Park Cole Harbor 内外湾 和西温的景观 这边是向北的 都有山景 然后慢慢 从北边到东北边 其实附近都是住宅 比较高的就是36楼 2011年建好的前面的建筑 现在慢慢去到东边 就多一些城市景观 下面那条最直的就是 West Georgia街 这里是东南边 看到最高的Trump Tower 和Changuila的建筑 南边都是城市景观 矮一点的建筑 前面一层是26楼高的 舊一点 还有西南边这里 43层楼 跟我们差不多高的 就差不多明后年建好 Alberni这个建筑 现在慢慢回到西边 就开始看海景 Standing Park 现在慢慢去到西北边 就回到Standing Park Lions Bridge 西温那边的景观 也开始见到Cole Harbor 这边就向北边 前面这栋 刚才说过 是Cadero那栋楼 再旁边那栋 就是Bosa Commercial 20层高的 现在回到我们这边 大家如果上来1515的showroom看 就要拜访的 又预约了才可以来到 可能很多朋友都会担心 泊车位的问题 因为Downtown又近West Georgia 好像很难泊车似的 其实发展商是 居住了这栋楼 所以它是预留了 Inside Parking给大家的 大家可以来到 West Georgia 复Cadero这边 我身前的空位 都可以暂时停一停 这一道集 1515这一道集 其实是Sea Through的 大家可以跟我进来看看 里面大部分 就是Appointment Hours 都会有个Doorman在 然后里面也有Reception Team在 他知道你是跟着 Appointment时间来 就会开集给你 然后你可以一路开进来 进到这个位置 就可以停一停 部车在这里 confirm了你的Appointment Hours 上去之后 你可以减少拍下部车 等别人帮你Valet Parking 排到后面 或者你也可以 省点功夫 自己直接开去后面 排车也可以 然后就走到这个位置 有需要或者有兴趣的朋友 可以上我的网站 carryquite.com 直接slash1515 就可以看到 我上载所有 由Studio开始 到Pent House Observatory ForePen都有 你按下去 就可以下载到下来 整个PDF 它每个PDF比较大 因为每一种Category 都有很多Plan 可能等一等 另外就是包括 Feature Sheet 还有下面那些 Completion Date Pricing Structure 还有那些 Deposit 都会在上面有的了 如果之后发展商价钱 或者其他一些 Completion 又改动 都会在上面可以显示到的 所以我的朋友 希望帮到你们 多谢大家 两个之后 看到那些夹 就好像看到自己的宠物 很可爱 真的睡觉了 这个时候可以 播放我们的BB 被人捉完那天 回来睡觉的样子 这样 为什么它不拍拖呢 在附近 可能找到另一个美好位 或者这只是 BB 走吧 别拯了它 在后面 再犯了 到此等下 大 吃 吃 吃 一 吃 那我看 那個 发生 为什么 你 什么 为什么 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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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 which time 早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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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髒話 粥少行 粥少行 應該是雞蛋 雞蛋 不如 condiciones 寶寶 把麵包包包包 媽媽不要吵 很深度 我妹妹有很多角落 原來呢 他走得快的時候 他就不跟著走 DJ 懶人餐 多高速 真是慢 慢慢來 多高一點 慢慢用火 會放涼快 對 麦克蘭 綿穗 麦克蘭 感谢观看